以色列军方星期二空袭加沙地带最大难民营贾巴利亚 再次造成重大伤亡 引发愤慨 南美洲三个国家强烈谴责以色列 袭击加沙地带造成大批巴勒斯塔人死亡 玻利维亚更宣布和以色列断交 成为以巴冲突以来第一个和以色列断交的先例 哥伦比亚和智利则纷纷召回大使 以色列军方星期二空袭加沙加巴利亚难民营 造成至少50人丧命 百多人受伤 以色列声称袭击的目标是哈马斯高级指挥官 不过陪葬的却是许多巴勒斯坦平民 以色列的炮火激发国际社会不满 玻利维亚谴责以色列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并宣布正式和以色列断交 玻利维亚是第一个为了以巴冲突和以色列断交的美洲国家 十年前两国关系也曾经因为加沙地带袭击事件而中断 一直到2019年才恢复邦交 宣布召回大使的哥伦比亚 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媒体贴文 称这次的袭击是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 智利也宣布召回大使 以抗议以色列不可接受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行为 智利是阿拉伯世界以外巴勒斯坦人口最多的国家 而在惨遭炮火蹂躏的加沙贾巴利亚营 经过空袭之后 整个街区遭严重破坏 到处都是残垣败瓦 搜救人员彻夜在倒塌的建筑物中挖掘搜寻 希望能够及时救出被埋在瓦砾堆下的百姓 一直冲当以巴冲突调解员的卡塔尔也谴责这次袭击 认为这破坏了调解与缓和局势的努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